跟大家介绍一首歌,很短的,1分35秒 但这首歌就讲出巴勒斯坦的整个故事 很可惜是英文的,只能讲讲他大约的内容 他就说那里有个地方叫巴勒斯坦 本来住得好好地,已经住了几百年了 但有个有秀的男人,有个坏心肠,准备要建国 当然大家知道是以色列以前的犹太人 接着是第一次的大战 大战之后,英国就决定说巴勒斯坦是自己的殖民地 而在那段时间,就有个没权将殖民地给任何人的人 将它给犹太人 犹太人自然进入了之后,本来没什么事 但他的计划是要将所有巴勒斯坦人赶走 结果现在搞成这样了 这个就是巴勒斯坦人,现在有家归不得 也不可以打,不可以什么 这个就是,只要大家明白历史 巴勒斯坦人终于都会得回自己的家园 请大家不要在历史错的一边 这首歌的大战之内用 大家有兴趣的话,可以跳过去听